父亲红走了之后,两个人简简单单地吃了一顿早餐,然后陶乐乐带着蒋倩男在别墅的院子里头逛了一圈。 你男神是不是对你知久生情啊? 你是不是又想误了? 没有吧? 没有?我怎么觉得他对你跟之前不大一样了? 你是不是刚才误会我说的那个,是的? 这是在城宅,你能不能正经一点?要是被王爷听到了多尴尬? 假正经,你别告诉我,你平时跟你男神睡的时候,你都是漠不作声的爽的。 要不然就算别人的隔音再好,依你男神的壮硕的身体,也有本事弄得你纠缠练练的。 别的,我什么都不敢想,但是陶国安这个世上,我真的挺感谢他的。 如果不是他,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你知道,说到底他还是我的父亲,我做不到完全的漠视,他帮我打理了一切。 虽然到最后他没有出面,但我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 当初说的就是隐婚,而且我也不想连累他。 你还真是爱他。 是啊,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也不是第一天知道我爱他,至于这么惊讶吗? 我最好意思劝你,不要太过于沉沦。 你要是不想听我的,那我就送你一首歌。 问,你没四个字后听一听,我觉得这首歌唱着特别符合你现在的状态。 蒋浅南走了之后,陶乐乐就真的翻出了蒋浅南说的那首问,那歌词里是这样唱的,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庸入他的怀中,他最好永远天真的为他所爱之人。 啊,这不正是两人最真实的写照吗? 挺好听的一首歌,旋律非常的凄美,歌词很有深意。 蒋浅南说的对,非常符合他们现在两人的状态。 于是陶乐乐单曲循环地听了一遍又一遍,脑海当中就像是过电影似的把这些天来和程席之在一起发生的一切过往都回忆了一遍。 他最后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就连程席之回来,他都浑然未绝。 说,你回来了。 你在听什么呢? 没什么,就是一首曲子,有些感伤。 要吃面吗,我去给你做。 不用了,涛涛,我明天要去一趟法国,可能要离开好几天,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我? 可能不行,我后天就开学了,我要去学校报到的。 真的不去吗? 涛涛了摇摇嘴唇,其实他哪里是什么不想去呀?明明就是想去的要死,可是他不想这时候跟他去。 下午护工打电话来跟他说,外婆今天已经能下地了,精神头也很好。 让他这两天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看外婆,说是老太太这几天一直都非常念想的。 程席之看出了他的犹豫,也没说什么,于是又坐在那里抽起烟来,因为他也同样收到了医院打给他的电话。 下午的时候医院打电话来说,何文艺的手指动得非常频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近可能就会醒过来了。 想起当初领证时,自己没能陪女孩,就想在这时候弥补他一下,却没想到,他的小涛涛拒绝他了。 叔,你生气了吗? 没有,我只是在想事情。 是关于大哥的舅舅吗? 嗯,他在那边监狱闹得很厉害,我们在项目上也出了一些问题。 要走几天,用不用我帮你收拾行李? 你不会想我吗? 陶陶,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想让我走似的? 怎么会? 那我走了,陶陶会不会想我呀? 小女孩顺势就钻进她的怀里。 定会的,你这都还没走呢,我就开始想了。 我走的这几天,你要在家里好好的,乖乖的。 嗯,说。 伴上之后,陶陶陶才从她的怀里爬出来,长长的睫毛颤了颤说。 昨天楠楠跟我交代说,她和傅景洪在一起了。 上次叔跟我说的话,我都告诉她很多次了,可是她就是不听。 她说,想跟傅景洪试试。 我看她的样子,大概是对傅景洪已经有了好感了,只是她自己还没察觉到而已。 嗯,景洪一向讨女孩子喜欢,你朋友看上她,那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可是未免也太快了一点,这才几天啊,她们都发生了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她说完之后,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我以前在暗厢待过,看得出来傅景洪挺受女人欢迎的,而她也完全一副来者不去的样子。 我怕时间长了,难能跟着她会受伤。 男人心里想,何止是会受伤这么简单呢?傅景洪将来不要她偿命那就不错了。 唉,只是事关别人的隐私,她也不好说什么,孰是孰非,她也懒得去争辩。 陶露了以为,她今天会拉着自己做一场,毕竟好几天不见面,却没想到,男人只是非常平静地抱着她睡了一晚。 最近几天太累了,男人的怀抱又是如此的温暖。 陶露了一下子睡沉了,而醒来时,男人已经起床走了。 陶陶,先生八点的飞机,这回子已经在飞机上了。 她怎么不叫醒我啊,说好我要去送她的。 陶陶,先生让我今天带你去医院一下。 去医院? 王姨,你哪里不舒服吗? 不是我,是你。 先生让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好啊,我也说最近想去检查一下呢。 啊,那咱们就别吃东西了,等检查完再吃吧。 承袭只给陶乐乐安排的是一家私人的妇产医院。 做完一系列的检查之后,陶乐乐不由有点小紧张。 她的一双小手紧紧地攥着王姨的胳膊,嗓音也有点怯怒。 王姨,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不会的,陶陶这么年轻,什么事都会顺顺利利的。 可是,陶陶不怕,有问题咱们就看,没问题咱们就等着,总会有的,早一天晚一天而已。 她的这几句安慰的话果然起到了效果,陶乐乐心下顿时就没那么紧张了,然而事实并没有如王姨所愿。 看陶小姐的检查报告,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 而且刚刚陶小姐自己说了,您刚结婚不久,其实新婚半年之内没有怀孕是很正常的。 有可能是男女刚在一起,两人太兴奋,所以才会受孕不成功。 也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或者是男性精子成活率不高。 总之啊,怀孕这种事情不能只看女人的。 事实上现在很多家庭有一大部分的问题都出在男人身上。 如果陶小姐实在想要孩子,不如适当地减少一些性生活。 看看几个月之后的效果。 如果几个月以后还是没有消息,那么我建议陶小姐也劝劝您的丈夫去专业的医院去检查一下。 老天爷为什么就不愿意再成全我一次呢? 我就只是想要一个孩子而已啊。 相较于来时其乐融融的氛围,回去的路上两人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王姨看着年轻又乖巧又听话的陶陶,忍不住在心里发愁一声又一声的叹息。 怎么陶陶这么好的人,老天连个孩子都不赏给他呢? 听说何小姐就要醒来了,这时候如果陶陶还没有怀上孩子,那么…… 老人家闭上眼睛,后面的事情他真的不愿意去想了。 一老一小回到西山别墅里,王姨看着他那无精打采的样子,强撑着精神安慰他说。 陶陶心里边有什么,很多小夫妻都是结婚一年以后才怀孕的。 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刚结婚就怀孕的呀? 你和先生现在感情这么好,不愁没有孩子的。 陶陶勒勉强扯出一记笑脸,他明白,王姨这话不过就是在安慰他,他心情沉重地上了二楼。 直到听到卧室里的关门声,王姨这才拿起手机,然后进到自己的卧室打了一通电话。 先生,我照您的吩咐带陶陶去医院了,让您失望了,陶陶没有好消息。 嗯。 医生说陶陶的身体也没什么问题。 先生,你们还这么年轻,来日方长,慢慢来吧。 陶陶的心情怎么样? 能怎么样? 直到结果以后,一句话也没说,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看他的样子,是真的挺想为先生生个孩子的。 男人心里也不是滋味。 或许,这也是天意。 其实想想没有,也有没有的好。 以后断的时候,也能干净一点。 先生,这或许就是命。 那段依旧是什么都没说。 没过一会儿,电话传来了嘟嘟声,对方挂断了。 王爷这才放下手机,无奈地摇摇头。